SCP-280 I see in the dark 暗影中的眼睛 Sum的其Keter 偷受容措施 SCP-280需被受容于5x5公尺的牢房内 当没有人员在牢房内时 任何设备皆不可遗留在内 所有的区域必须随时保持完全黑暗 所有带入牢房的物品 需在测试完成后由人员撤出 另外所有进屋内部的人员 皆必须佩戴红外夜视镜 备有红外屏闪观测器 和一支高功率手电筒 当遇到SCP-280攻击时 所有人员必须及时打开手电筒 并照射被袭击的对象 绝不可对SCP-280使用任何强硬手段 并且任何人员需随时距离 SCP-280一公尺以上 人员因持续照射SCP-280 直到项目推到足够距离外 能治疗与救出受到攻击的人 描述 SCP-280为一个头部有一双白色大眼 一双几长手臂和细长手指的黑色人形物质 它的身体下部与离地出空分处逐渐消失 无法看见腿部或是脚掌 SCP-280似乎是完全有一种 能在有形与无形间转换的物质构成 这种物质非常黑 只有眼睛为不同颜色 且当它化为无形形态时 看起来像是烟雾 它的眼睛是没有功能的 只有在SCP-280撤退时才会出现 使用方法类似某些昆虫的眼状斑点 SCP-280非常强壮 已经观察到它可以毫无压力地徒手撕开钢铁 SCP-280的移动方式为滑行 移动时双手延伸 通常被形容像是梦游者 SCP-280会缓慢向人类移动 并试图攻击 SCP-280速能侦测人类生命 目前尚不知晓是否有距离限制 SCP-280会移动至目标周围的14公分内 用手蜡烛并撕碎目标 造成严重无力伤害 攻击行为通常持续1-5分钟直到目标死亡 然后SCP-280会睁开眼睛 化为无形形态 并移动到其他人类身边 若附近没有人类迹象 SCP-280便会移动至墙壁 或是其他建筑物旁 并蜷缩成球 等待人类出现 SCP-280会因光线照射而退缩 并露出眼睛盯着光源方向 或是附近的人类 被其盯视过者 形容那感觉极度令人不安 如果SCP-280所在区域被完全照明 或是有非常强的光线照入 SCP-280将会消失 并重新出现于其他区域 这种行为似乎只和对光的防卫有关 并不会用于攻击和跟踪目标 SCP-280似乎不用进食 呼吸或是睡眠 它攻击时并不会摄取 从目标身上取得的生物组织 它仅是简单地把碎片抛弃后 再撕下另一块 由于它能自由化为无形的能力 及具有攻击性的天性 目前尚未收集到任何有关SCP-280的样本 附录回收记录 SCP-280与密西西比洲 及其密室杀人案和右头谋杀案的报告后被回收 所有报告指出犯人极度凶恶 而且所有被害者见面目全非 基金会在一下午口在家中被谋杀后介入 一位幸存者于公寓中被发现 为在受害者家中借宿过夜的9岁David 他被发现时处于高度惊吓状态 手握手电筒 并且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 在调查公寓的期间 有一名请员受到攻击并重伤残缺 他的状况引起了基金会特工的兴趣 在回收过程中 SCP-280曾经照射残框会顺移的特性 而短阵失踪 常有看见处于黑暗之中的SCP-280 并将其误认为因子 或是在暗处不小心触碰到时 以为他是衣服、头发或是其他物品 当他追踪目标时 通常会保持无形直到开始攻击 导致许多人意外接近或是穿越他 曾走进SCP-280者 回报进入后会产生恐惧和不安感 SCP-280通常对此没有反应 但偶尔会露出眼睛并做出退缩的姿态 目前尚未找到此举动的规律 附录 测试记录 在一系列以不同强度的光测试SCP-280的退缩反应实验中 SCP-280突破了收容 SCP-280被观测到 在穿越明亮的站点时 反复出现又消失 经过地下楼层 然后最终出现于SCP-1591的收容间内 当被曝露于SCP-1591前 SCP-280显露出他的眼睛却没有退缩 实体停下并下跪了数分钟 然后消失 SCP-280云数小时后出现于他的牢房 并未造成任何事故 以上就是SCP-280 简单说 SCP-280是一团黑影般的人形怪物 有一双白色大眼 极长的手臂和手指 它能将身体在有形与无形间转换 并且有很强的力量 它会找寻附近的人类再将它们撕碎 SCP-280惧怕光线 在碰到强光时会消失 瞬移到其他地方 而文档中提到的另一个SCP SCP-1591是星形的雕塑 周围有多块彩色玻璃漂浮着 它会放出逐渐增强的光线 照到光线的固体会变得透明 质量不断减少直到消失 而非固体物质则会迅速降温 直到变成固体 SCP-280的设定 让我有点想到Alan Wake这个游戏 不过这篇SCP文档被写下的时间 其实比Alan Wake上市来得早 所以两者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自然喜欢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出来的SCPO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